正好要拍电视剧《红楼梦》 我在它之前造的型特别的好 而且我就是化妆室以后 造完情节也跟导演说 说之前这么多造型 没有一个像《红楼梦》这么好 就基本上没问题了 但是我脑门上你看有一个疤 就那个黑盆那儿 就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四针的一个疤 他说这个宝玉一定要是完整无瑕的 你这有一个疤 所以我所有的人就因为这个疤 还说我去找医院去整容 但是太费劲了 等好长时间嘛 后来欧阳粉枪出现了 就把我判了 都说军艺校草是个高危职业 看看三代校草就知道了 初代校草洪剑涛 二代沙蚁 三代沈腾 经过岁月的洗礼 三人已经回不到从前 不少网友都喊话洋洋 叫他一定挺住 洪剑涛年轻时候的颜值有多绝 那可是差点演了贾宝玉的人 当初《红楼梦》的导演 王福林全国选角 看到洪剑涛照片的第一眼 就觉得他有贾宝玉的气质 并且在剧主试造型之后 让全组人眼前一亮 导演王福林非常满意 因为面试过的演员 从来没有洪剑涛这样的 因为初期贾宝玉的造型 额头上没有刘海 而洪剑涛额头上 有一道缝了丝针的疤 王福林认为贾宝玉 一定是完备无瑕的 剧组建议他去整形医院 将疤痕去除 但是恢复周期特别长 后来欧阳奋强的出现 让洪剑涛与贾宝玉 失之交臂 洪剑涛的身材之所以走行 是因为之前在演画剧的时候 需要长时间在沙子里握着 而沙子上有各种化学品 让洪剑涛患上了过敏性肖喘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 洪剑涛因为生病 一直在家中休息 我趁你快开门 他说有鬼 我说你别吓唬哪有鬼 他说我上厕所的时候 出来换了一双鞋 他说我从厕所待的时候 给腾在里边啊 房间有声音 我就问谁啊 完了没人没人答应 他说我从厕所一出来 走到我门口的时候呢 他说看我的鞋就像一只呢 还有一只在楼梯上 我说什么鞋 正是因为需要每天 服用激素类的药物 所以导致身材严重走行 没有颜值就靠实力 洪剑涛塑造的角色 每个都令人印象深刻 果然还是有演技 才能走得更加成员 你知道洪剑涛的胆子有多笑吗 晚上从来不敢出门 并且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 必须要带上自己家的狗 在外拍戏的时候 剧组安排的套房 他几乎不住 要求剧组一定要换成单间 房间内的一切 一定要一览无余 如果说没有单间的话 他会将最里边的门锁死 然后用椅子顶住门 不过要说他人生中最大胆的一次 还要是在话剧团的时候 他和陈景住在上下楼 而宿舍是木制的老楼 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一天大约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 他听到楼梯上有慌乱的脚步声 后来有人疯狂地砸门 并且说话的声音非常小 洪剑涛听到门外是沉浸的时候 他赶紧开了门 以为他有什么急事 开门后 沉浸赶紧躲进去 并且把门锁上 洪剑涛直接懵了 他在后面推着我 我穿下翻脚裤上了 拿一把宝剑就这样 一上楼 这个还找呢 我说说你看那鞋就在下边了 哇 我已经看了 那粉鞋在楼梯上了 我又跑回来 说你得进我房间 我拿那个剑在里面比喚 快 谁啊 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正好打那个灯绳 那剑一打灯绳啊 啪 灯关了 陈静说 我家里有怪声 我去上厕所 从厕所出来之后 我发现拖鞋只剩一只了 并且另一只在楼梯上 还有走路的声音 陈静让洪剑涛去他家里看看 洪剑涛本来胆子小 但是不能在女同志面前丢脸 拿了从云南买的 工艺品宝剑就去了 陈静在后边一直推他上楼 洪剑涛问他那只拖鞋在哪 陈静说就在你脚下 这可把他吓不清 陈静说必须要去他宿舍里看一下 洪剑涛鼓起勇气走了上去 在拿着剑乱挥一气的时候 不小心把灯关上了 吓得两人赶紧下楼去了 洪剑涛的宿舍 两人在沙发上吓得坐了一宿 第二天陈静和团长汇报的时候 团长笑得合不拢嘴 说陈静找谁不好 找洪剑涛 他是团里胆子最小的 不得不说洪剑涛的反应太搞笑了 洪剑涛虽然胆子小 但是他却和冯征远是多年的老朋友 当初冯征远演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 洪剑涛看到冯征远的眼神 直接后背发亮 你喜欢洪剑涛演的角色吗 一下子应该示范薄的资金 不得不拥寻 那